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日前宣布传递许州白岸案件调查小组之后 官方火速启动维稳模式 大举伤闻跟警告 而铁店里传出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 目前下落不明 而事发的董基村一带则是被架设铁皮团团围住 由武装部队人员住房 阻挠媒体跟民间团队的调查 同时警察正在追寻杨茂霞结婚证件照片是如何外泄的 据了解江苏跟安徽一带至少100多个人因此被传唤 综合媒体报道 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政府17号宣布 针对徐州白岸案件成立调查小组 被中共大小官媒全数转发 但是中国民间对江苏官方这个举动并不抱持太大希望 反而多数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出售降温定调的讯号 有知情人士表示江苏省官方进场调查的第一件事情 竟然就是董志明跟杨庆霞的结婚证件照片 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 这使得不少中国网友大敢识广 还表示这个举动实在是非常有中共当局 不解决问题先解决提出问题人士的风格 此外网络影像跟照片还显示 为了进一步防止包含制空 明先调查记者在内热心人士的捷径 除了原本由当地警方设置的检查哨之外 江苏丰县董吉村跟周边地区上个礼拜开始 更是被当局以防疫作为名义 架设起绵延数百公尺的铁皮围墙 把全村跟周边地区团团包围 由原警把手一一登记冷车证件 有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全国政协跟人大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 因此当局目前所采取的行动 都是为了维稳的需要 此外另一件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 就是铁电女目前的处境跟下落 先前两名试图前往江苏省封县精神病院 探视她的两位女性志工 一度遭到警方的拘留 他们虽然事后被释放 不过他们也公开指控在拘留期间 警方曾经使用电脑包紧紧套住他们的头 使得他们差点窒息 当地警方这个举动反而使得外界之一 铁电女的行踪究竟在何处 中网友表示铁电女目前可能已经不在 原本收拾她的封县精神病院 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 一名中国网友更是肯定地表示 铁电女目前不在封县也不在徐州 另外据网络消息表示 中共当局对八海案件的维稳举措持续展开 其中先前参与声援词案联署的 相关大使的校友 已经陆续接获通知要求撤出联署 而描写中国人口拐卖的救助 以及最近热卖的相关书局 也已经被从网购平台下架 而在网络上张贴声援标语相片的网友 也被要求删除相片 一位不愿居民的媒体人表示 有关铁电女的相关消息 目前都必须以官方发布的为准 网络讯息已经被指出是谣言 发布非官方消息可能会遭到拘留 在此同时前深圳市委书记 李有为日前在微信朋友圈 发布一条占徐州的诗 阿申源近期广受瞩目 涉及妇女拐卖的徐州八海案当事人士 徐州八海案也使得 目前正在修法过程的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成为舆论的小点 修定草案公开征集意见 一个月之内罕见几乎了42万条的意见 参与人数超过8万 不过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 主任律师吕孝全表示 中国法院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判案的并不多 因为这部法律太过原则性 缺乏可操作性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审草案的时候 委员也曾经表示 从目前中国现实情况来看 妇女被拐卖 性侵家庭暴力等问题 尚未得到根本的解决 法新社21号报导 在举行2008年夏季奥运会 跟2002年冬季奥运会之后 中国还剩下一个重要的国际体育赛事 足球世界杯 据了解本身是足球迷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表示 他希望中国有一天可以举办甚至赢得男子世界杯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习近平的梦想会遇到最大的阻碍 就是中国男子足球队的实力 报导指出 中国一直在建造跟翻新体育场 显然是在期待主办世界杯的那一天到来 但是分析家向法新社表示 习近平的梦想会面对到的障碍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糟糕表现 就是第一个关卡 中国男子足球队只在2002年 获得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资格 当时他们甚至没有赢下任何一分 也没有踢进一球 而他们进军2022年 卡大世界杯决赛的希望也宣告破灭 在本月他们以1比3比数被越南击败 也被继称为是可内惨案 尽管世界杯的主办国可以自动获得 参与世界杯的资格 但是法新社认为 以目前中国男子足球队的实力 就算是勉强参加比赛 也会面临被淘汰羞辱的危险 而几年之前 中国足球因为大撒金钱 重金礼聘 著名的外国教练跟球员而为名 但是那些日子 现在早就已经成为过去 中国有许多规划的球员 其中不少来自足球强国巴西 但是中国男子足球 在国际足联排名之中 依旧停留在75位 2010年卡达尔也是一个足球小国 当时他们赢得今年世界杯的主办资格 不过他们从那时候开始已经大幅改善 从世界排名113位提升到今天的52位 但是中国要追寻这些改变的脚步 成为一个足球大国 所需要付出的改变代价是巨大而前根本 法新社指出目前中国足球正在消亡 因为它被政治而不是体育力量所控制 他补充表示中国需要用一种 不那么自上而下的方式 来取代他们足球管理的制度 才可以让球圈之中的人士 而不是政客来管理这项运动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近日表示 随着欧美国家逐步开放防疫举措 中国许多团队目前正在研究 如何改进防疫政策 不过他表示并不是简单的躺平而已 而是能够保证控制疫情 却同时跟国际接轨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中国人民大学15号举行相关会议 吴尊友在会中提及 中国过去常态防疫动态清零政策 使得中国在防疫经济两个面向 都成为国际赢家 不过主要是依靠出口支撑经济增长 他表示随着欧美国家宣布 全面开放举措 我们现在面对两个选项 是持续坚持常态化的防控政策 还是进一步完整现有的防疫举措 他表示如果继续坚持 民营企业跟个体户 会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 老百姓一年两年可以坚持下去 持续下去确实很难维持 但是如果像欧美国家一样 不做任何处理就直接躺平 初步来看会造成非常多的 染疫死亡的个案 在中国社会跟官员都没办法接受 吴尊友表示 中国许多团队目前正在研究 完整现有的防疫举措 完善之后的举措 将会不同于日前的动态清零政策 也不是简单的躺平而已 而是可以保证疫情控制 实现生命制受的价值取向 同时又可以跟国际接轨 先前在对抗疫情的时候 中国政府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 还表示如果采取一些 国家跟病毒共存的战略 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数 恐怕会大幅增加 中国政府21号宣布 对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 洛克希德马丁 以及雷神技术公司实行制裁 最近是这两家美国军火企业 2019年以来至少第三次面对北京的惩罚 德国之声报导 万物斌表示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有关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跟安全利益 严重损害陆美关系跟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方面对此坚决反对 给予强烈的谴责 中国方面决定根据 反外国制裁法的有关规定 就上述两间美国军火企业 持续对台军售的行为实行反制 旺斌还强调 中国方面会根据群势的发展 持续采取一切必要的举措 另外这次敦促美国政府跟有关单位 停止售台武器以及美台军事联系 美联社表示 雷神以及洛克希德马丁 波音这些美国国防企业 在向中国出售军用 以及军民两用技术方面受到管控 不过这些企业也有民用的业务 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特别是在航空的领域 事实上近几年 每逢美国宣布对台军售 北京就会宣布所谓的制裁 已经成为例行公事 2016年跟2020年 中国至少两次宣布过 要制裁这两家美国军工企业 不过从来没有正式说明过 制裁的细节跟实行方式 而对此有网友也表示 制裁之后这次宣布制裁 还有意思吗 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亿 官方近日发布 所谓到2025年的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首次提出大力发展引发经济 并且表示要渐进式的延后 法定退休年龄 稳定建立长期互利制度等 中央摄影术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导 为了实行积极应对人口高龄化的国家战略 中国国务院印发14.5 2021到2025年 中国国家老龄事业发展跟养老服务体系的规划 这份规划之中指出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 高龄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因此建设高龄化事业跟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性 跟紧迫性日益凸显 规划同时部署了九大主要指标 包含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的覆盖面 强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能力 完整老年健康支撑体系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等 其中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是第一次提出的 包含发展老年用品的产业 加强老年用品研发制造 同时规划还指出要在北京天津一带 长江三角洲一带 粤港澳大湾区一带 规划布局10个左右高水平的银发经济产业园区 在强化财政资金跟金融保障方面 持续加大中央预算之内投资支持的力度 各级政府用在社会福利失业的彩票 公益金也要加大 从2022年开始将不低于55%的资金 用于支持发展养老的服务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从年龄结构方面来看 中国16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 占全国人口比重62.5% 60岁以上占据18.9% 其中65岁以上人口有2亿56万 占据14.2% 相较2021年公布的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当时65岁以上占据全国人口的13.5% 也显示中国人口老化趋势正在快速发展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